想看赤火加猫头鹰跑玫瑰之恋一三连 让我看看哪一辆车带火的车 我记得好像还挺多的 这里有赤火跟赤火流星据我分析 他说赤火是两个字的 那么我可以断定 他应该想打赤火却打成了赤火 对没错我真是个机灵鬼呀 这位粉丝想看我跑玫瑰之恋 这图真的太简单了 我随手跑都能刷记录 我信你看就是了 由于这辆车跟哈迪斯 还有指挥官的特性很相似 但是赤火起步还得跟普通车一样 只能等到开局释放了两关氮气后 才会飘移过程中 挤满氮气 立刻生成氮气 且继续集气 这一辆勋章车是真的好用 比那个什么勋章车好多了 不管什么地图都能够开上是火 容错率是非常高 虽然轻飘飘的 但手感特别哇塞 如果我是个只能在每个赛季 特一辆勋章车的玩家 那么这辆车的特性 我觉得是最舒服的 如果我没有机甲车 我能开这辆车 开到飞车官服 你信吗 我这还好 只是微客而已 我只要一个消息发过去邮件 立马来五万钻石 一切美好 只是昨日沉醉 你们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机甲车的由来 你们不要再问啦 说到玫瑰之恋这张地图跑法 无非这几点需要注意的 开局的第一个进到前 手里需要有一罐氮气 第二圈跟第三圈的这里 需要踩刹车减速 然后单段进阶 加释放EQ 还有一个难点 就是终点前的断空飘 这个挺有难度的 你们可以不学 但学了 肯定可以快很多 只要过了这个加速带的 后面几个弯道 真就是有手就行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基础技巧 最佳 吸打不溜 打不溜 注意好路线就可以了 进到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注意一下 前面跳台的延续 不要落下 然后空中释放 吸打不溜 打不溜 一个飘移车头 对好路线 这是快出 那么这一个记录 值不值得你手上的两个硬币呢 关注我 才不会错过精彩视频哦